大家好,11月2号18点18分啊,西班牙时间 刚才给大家聊聊这个张高丽啊,前常委啊 在广东,在山东,在天津 后来是升到政治局常委啊 这个,这个他跟这个比他年轻38岁的啊 应该比他女儿还小的,这个彭帅啊 一个湖南湘潭的姑娘 一个女子网球的职业运动员啊 发生多次性关系 现在这女孩给给他曝光了 后来过了20分钟,这微博被删了 但是已经很多人都看到了啊 这个 你看这女孩最后他想要鸣粉 这就危险了,想要鸣粉啊 这一切啊,我活该,自取其辱 那就我自己犯贱呗 是吧,人家是大领导 我就以身相许呗 哎,从头到尾 你都是一直让我保密和你的一切关系 更不可以告诉我妈啊 和你有男女关系 因为每次都是他送我去西石库教堂那儿 然后换你家的车才能进院里 他一直以为我是去打麻将打牌 去你家玩 啊,说到这儿啊 交代一下啊 这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不太了解啊 西石库教堂就在中南海的边上 西石库教堂呢 中南海是这样 中南海的西边是辅游街 然后呢 中南海的西墙吧 就等于就是辅游街 然后呢,辅游街顶到北头 然后往西一拐弯 没多远啊 马路南那大院是国管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马路北有个天主教的教堂 就是西石库教堂 啊,当然后来他被北京的一个工厂 是微电子啊 还是机械啊 还是什么的 有一个工厂 现在我忘了名字了 被那工厂占了一部分 啊,就到西石库那儿 而且西石库的西边那条小街 往西四 丁字路口走的那条小街更僻静 我估计在那儿啊 那儿也宽一点 可能在那儿 然后就给他街上啊 如果是在西石库的东边 那那条街呢 就往北 那叫在往北那胡同叫大红楼厂 应该不是大红楼厂 那就那条南北街啊 再往北就是那个北大医院啊 然后就厂桥什么的啊 那离中南海很近 中南海很近 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张高丽 是住在中南海 还是中南海周边 但是他既然选择在西石库教堂 然后换他们家的车 进他的院 那可能就在中南海边上 是吧 我估计是中南海外边 中南海外边啊 当然我不确定啊 我不确定啊 也许是里边 反正他们家单独有个小院啊 还让他妈都瞒着 他妈以为他是陪着打麻将什么的 这领导人啊 这个中共的高层领导 就喜欢让这个体育界的文艺界的 这个这些人陪着 邓小平 那会儿这个打桥牌 就让那个聂卫平陪着 还有北京市后来政协主席王大明啊 让这些人陪着 还有一个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个头啊 这么几个人陪他打牌 是吧 那个谁 杨白冰当过军委秘书长 当过总政主任 他喜欢谁啊 喜欢那个逢拱的搭档牛群 哎 这能说上话啊 当然了男领导要喜欢女的是吧 就玩几个大姑娘小媳妇 这不常事吗 那会儿不说这个江德民看上刘小庆了吗 刘小庆不乐意 结果查你税关你两年 这算个什么呀 你敢说你没偷睡吗 对吧 哎 这种事好多 是吧 我能让我讲 我能讲 我能讲八个小时 这种料我可知道的可多了 是吧 我之前也讲过 对吧 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有一个就是邓小平办公室的 对吧 邓小平这不也说 也哗哗的呢吗 对吧 有一个叫契本宇的 原来跟江青他们走的比较近 属于这中央文革的 后来用完了之后就给抓了啊 就过河拆桥吗 谢莫杀驴吗 契本宇在香港出的回忆录 说邓小平啊 跟他爹的小老婆 还这个大哥 是吧 这种东西 谁知道呢 是吧 咱们也不好说 过去那大家庭 这个媳妇多的是吧 姨太太 小老婆 你看那个 毛顿吧 那个电影 雷雨 那不就是 那儿子 跟他那个 是吧 跟他爹的那个小老婆 不就是这个大哥吗 对不对 你的妻子啊 我们 我们在彼此的生活中 都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透明人 你的妻子好像甄嬛传的皇后一样 对 那个皇后 对 跟皇帝没有性生活了 但是皇帝呢 还得尊为啊 把他捧着 还是皇后 是吧 那皇后是香港的一个演员演的 叫什么名字 是吧 甄嬛传里边的甄嬛不是孙丽演的吗 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围绕着一个男人 多个女人 这种什么三宫六院 七十二偏非 这种糜烂的生活 表现的淋漓尽致 对吧 嗯 然后啊 而我无法形容自己多么的不堪 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人吗 对 他在人家家 他实际上是自卑 他自卑 他就是个运动员 是吧 他 你想想 对吧 跟他这个发生性关系 啪啪啪 同床共诊的男人 然后呢 又跟另外一个女人是合法夫妻 然后人家跟那锦衣玉食 是吧 有自己家大院子 警卫员 专车 啊 各种的保健医生 护士 厨子 是吧 保姆 伺候着 啊 而他就是一个 说白了 这运动员有点跟我差不多 我是 扛大个 扛大包卖力气 这彭帅也是卖力气 是吧 打球 是吧 而且这些人 说白了 就是领导的玩物 就是玩物啊 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人吗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 装 每一天都在装 哪个我才是真的我 他有点人格分裂了啊 就是 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可又没有勇气去死 我好想可以活得简单一点 可事与愿违啊 30号那天晚上争议很大 哦 闹起来了 看来闹起来了 啊 你说2号下午再去你家 我们慢慢谈 啊 就是那天 有点强迫他发生性关系了啊 他就不乐意了啊 而且俩人可能按他说 不是有七年都没联系了吗 是吧 这又找他 他就不高兴了 就是说白了 你需要我 你就把我拽来 就把我怎么怎么着 是吧 你不需要了 就把我就跟一个夜壶 或者一块抹布 或者一个是吧 反正就丢来丢去 他当然不平衡 今天中午打电话来说 有事在联系 推托一切 借口说改天再联系 就这样和七年前一样消失了 玩玩 想不要就不要了 你说我们七年前一样消失了 玩玩 想不要就不要了 你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易 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和钱呀 和权力呀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我这三年的感情 我无处安放 他就是他觉得他好不容易也攀上一个大人物 也现身了 也以身相许了 结果大人物就拿他当个小猫小狗 是吧 他就不高兴了啊 不平衡了 难以面对 你总怕我带什么录音器 啊 留下证据什么的 是的 除我以外 我没留下任何证据 没有录音 没有录像 没有被扭曲的我的真实的经历 我知道对于您位高权重的张高丽副总理来说 你说过你不怕 但即使是以卵击石 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的我 也会说出你和我的事实 以你的智商谋略 你一定否认 或者可以反扣给我 你可以如此的玩世不公 你总说希望你母亲 在天之灵可以保佑你 啊 我是一个坏女孩 不配为人母 你也为人父也有儿有女 好像张高丽一儿子一姑娘啊 啊 你我问过你 就算是你的养女 你会逼他这么做吗 你今生做的这一切 日后你能心安理得的去面对你的母亲吗 啊 我们都很道貌岸然 就都在装啊 都在装 完了啊 就说这么多啊 就这个结束了 后来删了 过了20分钟被删了 不知道他自己删的 还是被那个微博平台删的 应该是被微博平台删的啊 这女孩有点这个破釜沉舟 鱼死网破 有点这个背水一战了 哈 有点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跟他拼了 不过犯不上吧 是吧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你跟这种人斗争 或者说跟他拼了 以死相搏 以命相搏 似乎 是吧 不知道的 但是 后续结果什么样呢 那就是封杀呗 封杀 甚至这个人 彭帅这个人可能以后 在公众面前都出现不了了 是吧 类似的情况也太多了吧 毛泽东时期的什么 所谓的孟锦云啊 张玉芬啊 这不是民间都传说吗 这老毛的太多了 周恩来不是有人说也有吗 是吧 还有人说周恩来是同性恋 是吧 邓小平不是也说给什么女护士 这肚子也给弄的大弄的小 是吧 这各种传说呀 对不对 这个反正我不知道别的啊 就是我想想 1988年左右 1988年左右 我一个同学在那个345 就是345路 公交车上当售票员 就在德胜门 德胜门那个城楼的西边 马路北 是他们的总站 345路 从德胜门到昌平县城的 他在那当售票员 反正就路过今天叫306医院 就是总装备部总医院 原来叫国防科工业总医院 也叫514医院 就路过那医院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我没事陪他玩 就是他不是这一路上闷吗 我就跟他聊天 他说你跟我一块坐我们车上 咱俩聊 哎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医院 住着一些女兵 他跟我说是好多啊 但是多少是好多啊 是吧 多少是多 多少是少 我不知道 他说这医院里住着一些女兵 都是被这帮首长 这帮官 军官 给搞大肚子的 全在这做手术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是吧 也许他是杜撰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哎 好吧 就说到这啊 这种话题